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 生命的木状就是为着买理由重生 生命的木状就是为着买理由重生 当一个人开始感到乡乡时 心就会变在脆弱 所以咱对着乡爱有一个关心 就是我不在为个人的乡乡里忘了 感谢观看 我为她的欲求 只为乡母重生离行禁 不在为个人的利益就失 感谢观看 因为祖父菩萨 想到的都是孤兰的重生 好心不害 每个人都是孤兰的重生 感谢观看 比如观世音菩萨 头上的阿弥陀佛 苏师兄 观世音菩萨 头上的在是他心中的佛 也就是一切苦难的重生 一切重生 都是菩萨定性的化佛 感谢观世音菩萨 菩萨就是这样来受念 圣诞重生的苦难 圣诞重生的苦难 感谢观世音菩萨 我便利益 空气社会和家庭 因为我的存在 是以世界 重生 社会相关 好相依存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孤兜的 感谢观世音菩萨 我们需要瓦克空气 瓦克吉他 悠情重生 好相呼气 就办法相遇 就办法相遇 łukuk informations 跟世音菩萨 好的 当然了解第一段意义了后 对的知识感恩塔林 感恩一切 也开始会有帮助社会 给予众生的动力 人没当主书 应该爱知道红衔 第一 没安穿红衔的 简单来说 就是对主书的享受 爱尽量的效果 对众生的好理 爱尽量的结果 对主书的效果 當然 如為他人設想的適合 自家領著的如有福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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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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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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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